完蛋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再点儿演的一款TFC出品的 Southern Kills 千虫杀 所有的千虫杀呢 其实也就是为了还原G1当中的 海底狂魔成员 幼杀或者叫霸爪鱼 包装风格和前面几款作品 保持了一致还是挺大个的啊 配件方面也是相当丰富 除了单体玩具的武器配件和组合连接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可以拆解来的大枪 包装里面拿出来 就是眼前特别嚣张的一个人形 但是它的触角呢 你要额外安装上去 整个的人形状态下 一体性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各种的监力部件还确实挺多的 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一下 头雕 眼部的透光部件又是一大亮点啊 把手指放在后面遮挡一下透光键 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差异了 而从侧面来观察呢 整个的立体饱满度也是做的相当出色 胸腹部整体的层次感做的还是相当到位 包括内部的银色点缀 也给做出来了 这触角呢 安装上去确实是很有攻击性啊 再次强调 把玩的时候 上面的各种尖利部件 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以免把手指给扎伤了 那么两个红色的触角呢 我觉得裹在身体上面 这个也是很多官图的一个介绍方式的 特别帅气啊 那么小腿内侧呢 也是极为饱满的一个状态 那说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感受到这期视频背景音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 因为在后期编辑的时候 我不得不把背景音调到几乎最低 在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正值香港受台风正面吹袭 挂十号风球 所以背后有很多的杂音啊 在这儿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了 说话间360度也观察过了 这款剧的背影看起来还是挺霸气的啊 可动性 头雕左右前后 包括歪着脑袋看你 都可以做得到 是标准的一个球形关节的连接了 那么两个红色的触角 就像刚才说的 可以裹在身体上或者打开来 也是完全看个人的口味喜好了 但是这个触角呢 中间几段是可以拆开来的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个别触角的延伸 看起来也是挺帅气的 手臂平举没问题 向前向后自然不在花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 和各个部件的位置关系啊 曲肘也是一个超过90度的关节 那么手腕这一块呢 除了转动之外 还有一个变形向内收的选择 手掌是自然张开的一个状态 腰身可以平转没问题 大腿根部向前向后侧摆 外摆内收 包括膝盖的双动关节 无论是活动的幅度 还是支持的力度 做的都是相当到位啊 是这个有着巨大美腿的家伙 也能摆出各种嚣张的战斗pose 前脚掌和后脚根是完全独立可动的 接地性的调整要稍微花些功夫 人形状态下和TSC同一系列的玩具摆来一起海鲜大餐还是非常搭调的 诶 这个家伙叫什么 好像是天海翼吧 变形方面其实整体的思路还是比较直接了当的啊 但是调整起来还是存在相当的难度 那么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空间特别有限 另外呢就是尖刺的部件比较多 虽然看起来很霸气很有架势啊 但是变形起来手指疼那是自个知道的 那首先咱们先从这个收纳很紧实的小腿来变起来 把它给拆分开来 可以看到里面塞的装甲也是特别的紧实啊 基本上就是八爪鱼的头部了 所以变形的时候和个人拿到玩具之前的想象还是有些出入啊 之前就想这个变形应该特别简单啊 背后一收纳头部往中间一塞 这八爪鱼就出来了 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首先它是一个头和脚互相掉位置的变化 也就是在人形和兽形状态下 上下是完全颠倒的 你在把玩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特别充分的变形 还是挺有乐趣的 当然你要注意一下不要让手指受到太大的压力 而且各个面板的调整收纳呢 基本上就是跟着感觉走就行了 不需要特别的去看说明书啊 我们胸口打开来就可以把他脑袋收纳进去了 之后呢这点是比较有技巧的就是带有触角这块整个向后推 是一个比较隐蔽的挖槽啊 推到最靠后的一个位置之后呢 再把胸罩整个提起来 中间的面板向下压 我们可以看到胸罩两侧有凸起啊 是可以和胸部以上的凹陷进行一个结合 就是变形到位了 之后人形的手臂提起来利用双动关节 向上搓到一个最高的位置 再把章鱼的头部啊 这个挤压的时候还是特别紧实的 而且啊它其实给你可以用来挤压的接触面积并不是很大 各种的尖刺部件对手指造成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章鱼的下颚挤压起来也是收有些费劲啊 挤压到一起之后呢 再旋转到背后看一下 这个后面的凸起呢 就利用刚才人形膝盖这两个透明的部件扣上去有一个锁定位 之后中间这一块粉色的面板呢 是利用双动关节向下压 扣到一个更接近主体中心线的位置 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牙齿扣出来啊 牙齿还是有一丁的可动性 特别是大牙 要把它的脸部这块向上提特别残忍 脸部是分成两半的 扣在中心线的位置 它有一个上下挫开位置的关系再向一起扣 好了 这个章鱼的脸部上下活动自如 就是变形到位的一个象征 而它的下颚呢 其实也要和身体啊 尽可能的贴在一起是向下按的一个动作 之后呢就是后面触角的一些细节调整了 首先分开来之后呢 利用根部的关节做一个近乎180度的旋转 旋转到这边就是OK了 那么在把触角扣在身体两侧之前呢 要把内部这个部件做一个细节的调整 先利用双动关节打开来 在中间这个轴动关节向前翻180度 那么根部的凸起呢和内部的凹陷进行一个定位的咬合 之后就可以把带有一坨 和触角这个深色的部件啊整个提起来 它有两个锁刻位中间一个上面一个 对准之后呢 我的建议啊是先把中间这个位置咬合上去 一旦中间这个锁定住之后啊 上部的结合就是顺利成刚了 使劲向中心线压 就是OK使劲的按压 最后呢就是把这些触角啊 往前翻 所以空间非常有限呢 这个翻的时候阻力也是挺大的 好了到这儿 两边一样镜像的变形之后呢 咱们的千冲杀就完成了从人形到章鱼形态的变化 章鱼状态下的千冲杀 咱们还是叫它幼杀吧 触角各种的霸气 摇晃起来一体性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首先看一下尺寸对比吧 和大龙虾摆在一块 这很难看出来尺寸 因为一个趴着一个站着 换一个体位换一个角色 听海翼 这两个家伙摆在一块可以看到 这章鱼啊是比人形要略大一些 那么最后再跟嘴里塞巨泡的鲨鱼做一个比较 海鲜大餐其乐无穷啊 也觉得不跟大家感受一下 10号风球的背景已经说不过去啊 听这声音是个点凶悍啊 这海景房也是很不容易的 打风的时候大伙喜欢干什么呢 我觉得躲在屋里吃泡面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那么说回这章鱼啊 嘴部是可以上下开合的 而且这个背后啊 透明的尖利部件 包括头顶的尖刺啊 都是特别对手指容易造成伤害的地方了 那么八爪鱼啊 卖点自然是它的八个触角 各种的可动扭曲 只要你想象得到就能摆得出来 侧面来看 好像一个人的辫子都被吹向了一个方向啊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触角拐到另外一边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前脚掌和后脚跟 就是人形状态下的小臂装甲 背后收纳的还是相当不错 就是各种的尖利和具备攻击性 扎你手指没商量 从章鱼形态到组合状态的变化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 主要就是一个反手 那么在展示的时候呢 我也尽量以一种快节奏 比较有乐趣的形式 分享给大伙 话说啊 最近有一个世纪大战 是梅维瑟对嘴炮 不知道大伙看了没有 看了之后呢 可能我个人的期待比较高啊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商业赛事嘛 为了赚钱 为了赚热度 同时呢 吸引眼球对拳击和USC 有更多的关注度 这个目的都是达到了 但是整个的过程啊 全赛的时候 确实不够紧凑 在个别的环节 甚至看起来有点假啊 当然嘴炮在场上 受各种拳击规则的限制 很多必杀大招使不出来 也是让人看着着急 只能打拳的嘴炮 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 也就只有他嚣张的走路姿势了 可以说整个的过程 从前期的准备筹划 到比赛本身 都是充满了各种的套路 当然这也是目前很多 商业赛事惯用的一个伎俩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样一个现象怎么看的 好了扯了这么远啊 收回咱们的变形吧 就章鱼的头部呢 在把根部的面板收回去之后 就能有一个向下折叠的空间了 两腿略微分开一些 把组合的配件安插上去 其实变形的时候 你如果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碍事的话 可以给他拔下来 完全没问题的 深色部件利用根部的滑槽向前推 再向两侧压 和内部的凹陷进行一个结合 当然这个触角呢 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基本上按照说明书的指示呢 我觉得前后包裹 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到这儿也就 基本上完成了组合形态的一个收纳 最后只是把这一坨部件 和大脚板 做一个紧实的结合 好了 组合形态 准备就绪 组合形态下的右杀 是作为海底狂魔的左腿 一体性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它各个触角 其实并没有固定的左颗位 从正面看起来呢 还是相对整齐的一个状态 之前我想象 这触角裹在腿上 会不会特别凌乱呢 史物拿到手里 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脚板的红色和触角的红色 也是形成很好的呼应 侧面看起来 特别丰满的一个状态 牙齿还是能看得到 从背后来看呢 这个触角的收纳 我觉得是特别有立体感 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方式了 上面的接口 大家可以看得到 再说一下 本期视频并不会做一个组合形态 最终合体的展示 而合体的视频呢 也会在本周末放出 所以旋转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是 特别紧实的一个状态 而作为巨大组合金刚的脚踝 紧实总是好事 前部的脚趾还可以张开来 但我觉得收纳起来 这样的一体性 可能表现会更好一些吧 尺寸方面呢 和官方D级别的玩具放在一起 这个腿部显得是特别的粗壮和巨大 当然大小的对比 怎么能少了对尺寸特别敏感的天海翼呢 这只幼沙 也许是TSC海底狂魔成员中 单体最好玩的一款 触角的存在考验了制作工艺 也为玩家提供了施展各种想象的平台 除了尖刺部件比较多 有些扎手外 其他没毛位 值得把玩的好作品 很高兴看到TSC这套海底狂魔高品质的延续